你知道怎么样让路人服服贴贴的带你吃鸡吗 进游戏之前要打扮得漂亮 穿一个可爱的衣服 戴上一个可爱的面杖 落地一定要来游泳馆上面 这里都是厉害的小哥哥哦 看到敌人不要慌 蹲一下站一下 装到很害怕的样子 你也看到你这么可爱 肯定误以为你是妹子 这个时候就下去趴在他面前 一直趴着 他看你什么装备都没有 他肯定会给你装备的 哎呀呀呀 记得啊 捡装备的时候 一定要捡一下 停一下 捡一下 停一下 走路的时候 千万不要拉满急跑 要假装自己是个汉汉 小伙子就会越来越喜欢你 来了辆车 好像是他的队友 这个时候 一定要显得非常的害怕 找个墙角 对脑不要动 表现出羞羞啪啪的感觉 小伙子们带你去捡空头的时候 一定不要下车 等他们捡完回来 准备走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下去再去捡空头 这里很重要啊 走两步停一下 走两步停一下 表现出没有见过世面的样子 走到空头前面 就随便开两枪 这样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想让他们捡到空头里的装备给我 你们看你们看 来了来了 这样就一边装可爱 一边还收获了空头的装备 每次次 遇到敌人的时候 小伙子们这样对墙 一点也不厉害 怎么样才能激发他们的潜能呢 学我这样开箱 对着墙 然后每天开火 小哥哥看见你这么可爱的枪法 肯定会越来越喜欢你 到决赛圈了 决赛圈了 就是我们几个人了 记得啊 这里什么装备都不要拿 趴在地上 趴在地上 记住别忘了最重要的就是给小哥哥们做个爱心攻击的表情 小哥哥一看这么可爱的操作肯定会让劲的 你看他被往我脚下疯癌了 肯定就是想自零让劲 这个时候你要是不放心就露出头 一看一点点 一看一下 太难了 我又吃劲了 搞笑 我是认真的 我是大师兄 点个关注吧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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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